Hello 大家好 港股是浮浮沉沉 有幾個啟示 第一件事24800點 確實是一個多大的阻力 ATM那些衝不上去的話 恆指去到248 都真的有少少行人止暴 雖然有些人說 靠一些舊經濟股可能帶得起 但其實舊經濟股對恆指的推動力有多大呢 我想不要有太大的樂觀 只是舊經濟股升 但未必會推動整個股市 接下來我覺得盡量要吃花生 整個股市 直到十月底都先避開 因為幾個因素大家都很不明朗 最明朗的就是五中全會 十四五規劃其實都正在炒 光復股、風電股、新能源 在綠色經濟那裡 其實這些概念走出來正在炒 但兩個因素其實是沒得猜的 都是極度不明朗的 第一就是南海那邊 中美之間會不會在南海擦槍走火呢 又好像越來越似層層 但會發生什麼事 估不到的 第二就是美國大選 因為拜登的電郵門事件 會發酵到一個什麼狀況 會不會影響到美國的選情呢 甚至乎會不會影響到美股的表現呢 尤其是一些FAG 那一類的新經濟股 會不會有影響呢 大家都是很難估計 所以來說 我覺得港股就先避開 稍為看好的都是A股 所以在這段期間 港股我覺得在24800 應該先走一些貨 調些錢去A股ETF那裡 因為A股始終 不太受一個外圍因素 影響得比較多的一個故事 跟神經濟股 會不會影響 對神經濟股 祝開 明明明 看見 對神經濟股